布里花莲医院 那他这个今年凌晨开始 那发现到有院内感染的现象 那都目前为止是16位确诊 那其中有14位是护理之家的 布里花莲医院爆发院内感染 16人验出养性确诊 但指挥中心还没公布暗号 已住在安养中心的长者 确诊人数最多 院方正在矿列医护人员筛检 另外在慈激医院 13号又增加10人确诊 关系图列出 源头从餐厅一路延伸 到11楼外科病房 病患家属也染疫 不仅如此 华莲县13号总共增加49例确诊 外人补习班多了28例 其中有9位学生 18名学生家属以及一位老师 还有疫调中7例 以及美式餐厅和外线市各两例 补习班传播链扩大 影响不少还没打疫苗的国小同学 又增加四所国小的班级预防性停课 这波疫情更是重创花莲地区的观光 虽然小家庭散客照样来报道 只不过旅游团团客都不来了 4月份的订防率狂调损失破百万 延期的部分上来大概是 大概一成左右 那房间数大概800间房间 那损失的部分大概是250万 饭店业绩被受冲击 因此在餐饮上更用心 片压料理端上桌 还有虾泥榨油条等 桌菜通通都能改外带 还能减少一成服务费 就是希望让民众不用到餐厅人挤人 在家也能安心吃大餐 TVBS新闻高知鸿花莲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